红二代高官名作家二月和去世三惠王岐山,不知他官会做这么大,红二代高官帝王系列小说作家二月和今日凌晨,在北京病逝中年73岁15日去世的二月和,是中国大陆作家领解放的笔名取义,奔腾不息,到二月黄和和真名领解放相和,二月和是河南南洋人,出生于山西西洋。 他是作家,教授,中共十五大,十六大,十八大,十九大代表二月和,曾担任南洋市文联副主席,河南省作协副主席,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务,是中共河南省优秀专家,享受中共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 二月和也是红二代,1945年11月3日,出生于山西西洋。父母是西洋县武委会主任林尔文,和副联主席马翠兰,随着国共内战形势变化。 二月和跟随父母辗转河南各地中共军队占领南洋后,其父母分别留任邓县武装部政委和法院副院长,就此全家在南洋定居。 二月和因创作大量帝王系列小说而知名他的作品,都通过了中共的审查,用符合党的观点和角度,解读创作了康熙大帝,雍正皇帝,乾隆皇帝,并被拍成电视连续剧《苹果日报》报道。 他的作品,在海内外都大受欢迎。 其中一名忠实读者,就是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。 王岐山,曾称他看帝王系列时很认真,只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自称是二月和的知音。 不过二月,和称曾三次与王岐山有交集,但没有私交二月和。 左、曾三次与王岐山碰面互联网2014年全国两会,二月和以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加出席河南代表团会议,时以反腐为题发言。 而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亦有出席会议,认真地听二月和的发言事后,王岐山以知音身份回应表示二月和的意思,我听懂了,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。 当时他又趁反腐败,要一年一年的坚持把反腐唱联一抓到底。 二月和之后在代表团审议时,又说,第一次见王书记时,我不知道后来王书记的官会做得这么大权。 场一下子笑了王岐山,也打趣的问二月和,没想到我做那么大在你二月和笔下,我这个官又算什么? 那连同这次二月和乘,他先后与王岐山见过三次面,第一次是王岐山任河南省委书记时,第二次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之子刘元,将他介绍给王岐山认识。 王岐山当时说我们很熟悉,不用介绍,在第三次则是2014的全国两会,但二月和强调他与王岐山没有私人交情。 王岐山和强调他与王岐山和强调他与王岐山和强调他与王岐山。